为什么光在折射现象中会有意识的选择用时最小的路径 光的折射真的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吗 大家好 这里是小学科学 我们在高中时就有学过折射现象了 当光从一种介质传播到另一种介质时 会发生折射现象 而这个折射现象遵从斯尼尔定律 只要我们知道两个介质的折射律 我们就能够预测光的传播路径 这套理论看似很完美 但它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斯尼尔定律只告诉我们 折射现象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 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 为什么折射现象会发生 这就好比某人告诉你 一加二等于三这个法则 但并没有明确地告诉你 为什么一加二等于三 虽然目前学术界给出了几个比较主流的说法 来解释折射现象 但是多数的说法都是错误或者是不完备的 所以本期视频将会分成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将会为大家分析经典物理对折射现象的描述 并批判其中不合理性以及不完备性 后半部分将会为大家科普量子版本的光的折射现象 所以本期视频将会为大家深度解析 量子电动力学里的光的折射现象 目前有三个比较主流的说法来解释折射现象 也就是费马原理 汇更斯原理 以及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看费马原理 根据费马原理 光传播的路径是虚实最少的路径 由于光在不同的介质 有着不同的传播速度 所以光在两种介质之间的最短距离的路径传播 不一定是耗时最少的 通过数学推导 这个虚实最少的路径是遵从斯尼尔定律的 当然了 其实不需要严格的数学推导 我们也可以用逻辑思考来判断哪个路径是虚实最少的 假设有一个人溺水了 在沙滩上的救生员想要把溺水的人救上来 而这里的设定是 救生员在沙滩上的移速是比较快的 但在水中的移速是比较慢的 那么问题来了 救生员应该采取什么路径去救人呢 路径A是在沙滩上跑最短的距离 并在水中游最长的距离 路径B是救生员与求救者之间最短的距离 路径C是比较平衡的 在沙滩跑一大段距离 在水中游一小段距离 路径地是在沙滩上跑最长的距离 并在水中游最短的距离 很显然 路径C是最优的路径 这是因为路径C是耗时最少的路径 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点 如果海水的密度被改变了 这个路径也是需要被改变的 举个例子 当海水的密度更高时 救生员应该在沙滩上跑更大段的距离 在水中游更小一段距离 其实这个现象与折射现象非常相似 这就是为什么当戒指折射率被改变时 光的折射角度也会随着改变 换句话说 光为了行走虚实最少的路径 而改变了折射角度 这个费马原理 看似很好地解释了折射现象 但是这说法其实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费马原理只解释了光如何折射 而不是光为什么会折射 这就好比在解释 为什么小球会从山顶滚到山谷时 有些人会说 所有物体会自发地从高势能处来到低势能处 虽然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说法只是在描述了小球会怎么做 并没有真正的解释 小球为什么会这样做 至于小球为什么会这样做 这其实关系到万有引力定律 也就是说小球因引力往低处坠落 这意味着只有用万有引力 才能真正的解释 小球滚下山谷这个现象 同样的 费马原理并没有对折射现象 给出真正的解释 这是因为费马原理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 为什么光会折射 也没有给出折射的机制 它只是给我们一个 预测光的传播方向的一种方式 第二个问题 就算我们假设光传播的路径 就是虚实最少的路径 那为什么光会有意识地去选择虚实最少的路径呢 这就好比一颗滚动的小球 总不可能为了减少能量损耗 有意识地绕开摩擦力比较大的地方吧 当然了 这个费马原理是正确的 不过至少从目前看来 费马原理并没有真正地给出折射的机制 第二种说法 惠更丝原理 根据惠更丝原理 光的波浅可以被看作是由许多相邻的波峰或波谷组成的平面波浅 每个波浅上的每一点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磁波源 当一束平行光线进入戒指界面时 打在戒指后并发射出新的波 新的波是由所有这些磁波源发出的波叠加而成的 我们会发现到新的波浅相较于旧的波浅歪了一点点 这就是为什么光会折射 这套说法看似很合理 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波的叠加原理划出其他的波钱 所以惠更丝原理预测的折射方向并不是唯一的 是存在多个折射方向的 因此 惠更丝原理并不能用于解释折射现象 第三种说法 光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光与物质有非常多种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 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戒指里的原子吸收光子 并朝着某个角度重新发射光子 形成折射现象 不过 原子吸收光子以及发射光子这个物理过程是有量子效应的 所以原子发射光子的方向 也是有一定概率性和随机性的 光的折射方向应该会很多 因此 我们基本上可以排除原子吸收 再发射光子这个可能性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光在原子之间发生散射 宏观上就有了折射现象 我们暂且不论这些相互作用 是否能够准确地推导出斯尼尔定律 这说法本身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由于戒指中的原子的数量是个天文数字 所以光在同一个戒指里必定会发生多次折射 进入戒指后的光里应会形成弯曲的轨迹 而不是直线 很显然 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观测 既然以上三种说法都是错误或者是不完善的 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理论来解释折射现象呢 如果我们把光当成是波函数 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地解释折射现象 这里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光的波函数法则 已经看过上期视频的同学可以跳过这个部分 光是如何传播的呢 在经典物理的世界里 光从A点传播到B点就是走简单的直线 但是在量子世界里 光从A点传播到B点时 会经过所有的路径并最终到达B点 更准确来说 每一个光的路径提供了概率幅 而概率幅的叠加决定了光走的真实路径 在量子世界里 光是一种会随着时间演化的波函数 所以我们可以把光子的波函数 当成是一个小箭头 箭头长度的平方或者面积 代表着概率的大小 在光子的传播过程中 这个小箭头会高速地旋转 如果光子被物质给吸收 这个小箭头就停止转动 所以这个箭头方向 是会随着光的传播时间改变的 如果涉及两个或以上光的路径 两个小箭头是可以根据向量法则 来进行叠加 并形成另一个箭头 而这个叠加后的箭头的面积 就是我们能探测到光子的概率 以上就是关于波函数的规则 让我们先来看看反射现象 假设我们有一个光源 一个光子探测器和一面镜子 如果我们在光源和探测器的正中间放置一个障碍物 那么光子只有一个方式能到达探测器 那就是反射 在经典光学里 光的入射角必须等于反射角 不过 在量子世界里 光子可以走过了所有路径并到达探测器 更准确来说 每一个路径提供了一定的概率符 并决定了光的最终路径 而这些路径不一定需要满足反射定律 所以入射角不一定要等于反射角 现在让我们尝试让光子走过所有的路径并到达探测器 所有光子的波函数叠加后能得到一个概率符 从这里我们能够观察到几个点 第一 在镜子正中间反射的光子的传播时间是最少的 第二 在镜子左右两边的光子路径并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概率 这是因为它们的波函数互相抵消了 第三 镜子中间的部分提供了大部分的概率 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光子会在镜子的中间部分被反射 这就是为什么反射角等于入射角 当然了 考虑的路径越多 我们就能够得到更准确的结论 让我们接着来看折射现象 我们都知道光在水中的传播速度比较慢 假设光要从S点传播到P点 在经典光学里 光会通过折射到达P点 但是在量子世界里 光会经过所有路径并到达P点 更准确来说 每个路径都会提供一定的概率符 并决定了光的真实路径 让我们尝试模拟一下光子从S点传播到P点时 波函书的演化 在波函书的箭头叠加后 这里不难发现概率多数的贡献都来自中间的部分 周围比较奇怪的路径被抵消了 我们能得出光传播的最优的折射路径 满足斯尼尔定律 这就是量子版本的折射现象 当然了 这一套物理模型还能解释其他光学现象 比如凸透镜的原理 以及演射光杉这个现象 总的来说 光的概率诠释能够很好地解释折射现象 这套理论的物理思路或物理方法 也被称之为费曼的路径积分 不过费曼路径积分真正地发挥它的作用 是在粒子物理和量子常论 也就是通过对所有历史进行求和来描述某个物理现象 当然了 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喜欢这期视频可以帮忙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